我们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对美国一再发生此类恶性枪击事件造成严重伤亡 感到痛心 我们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 美国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 也是人权赤字最严重的国家 但令人不可接受的是 过去数十年来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 在解决上述问题上采取任何实质举措 过去二十五年来 美国联邦政府未能出台一项控枪法案 马丁路德金发出我有一个梦想的呼喊 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 但人们至今看到的仍然是弗洛伊德 我不能呼吸的残酷现实 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人权 遭受系统性侵犯 无动于衷 却热衷于打着人权的幌子 对别国肆意攻击 横加干涉 这充分表明 美方所谓的重视人权 完全是虚伪空洞的说辞 美国政府连本国人民的人权都不关注 又怎么会真正关心别国的人权呢 美方真正在意的不过是把人权作为控制打压别国的工具而已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把美国人民的人权放在心上 尽快向世界提交一份美国的人权报告 深刻检讨 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 是其他31个高输入国家总和的15倍 为什么纽约的亚裔生活在恐惧之中 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 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 为什么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 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方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 让美国民众切实享有免于恐惧 免于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权利和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